再谈到第14条 第14条是 通份母 通份母第一件事 这个Fact不了 哎呀 真可憐 因为你按下电子 这个是Data 0 Data 0就是Compat through Compat through 之之为Fact不了整数 或者是一个Rational number 好 不管这个Fact不了就别理它 是一圈整体 可以购买到 购买到 X2加X加1 3次减3次 不购买了 因为我们不是要通负母的 份子不需要通负母 把这两个通份母 不过,我们这里有个数要拒绝 哪个数就不等于1 这个没有用的,因为Data小过0 没有用的,我们就不需要拒绝 到这一块,通份母 因为这两个是没有效果 所以它的LCM就完成就可以了 通份母的knowledge 其实很多很多 很难的,但你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 否则就会错过很多东西 你发现一模一样 所以只剩下分子的两个 x²加2x等于 x²加2x 喂!什么了? 0等于0 哎呀! 好了 2月钟,你想想 0等于0是什么意思呢? 最后就是0等于0 约束之后 2月钟 不要,比较十秒 0等于0就应该很开心 因为 这条式是所有的x都是Woods 所以是all will number 但是当然我一开始拒绝到这个 所以exam x equal to 1 你可以试试代数 代数 代数是0,x是3 任何数据都是左右两个一样 当然这些题目标出发 现在就很少很少跌了 如果有些东西放在这个地方 学校考试计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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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计